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这两年常常收到小朋友的来信 在520两周年的时候 有一封信他这样子写的 他说美丽的地球因为人类开发过度 已经改变了外貌 现在已经开始向我们抗议了 全世界有许多的灾难不断的发生 台湾也深陷其中 可见小朋友不管是他从哪里得到资讯 已经开始有这种感觉 像88水灾 去年的水灾都是气候异常变化 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教育 所以真的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这不只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一定要赶快采取环保救国的行动 其实我们之前就有发现 马总统您其实是第一位 在您的旧职演说里 把气候变迁放在您旧职演说的元首 那其实这两年来我们 当然在民间角度 我们希望政府做更多 但我们的确也看到一些成绩 我举个例子来说 那像政府去年在行政院的带领项 成立一个节能减碳的辅导团 其实他整合一个跨部会的推动 那后来成绩也是蛮斐蓝的 就是达成了73.5万吨的减碳这个目标 最后姐你看到的 其实总统上任以来 其实已经宣示要打造一个低碳的一个家园 其实台湾在大家的努力下 其实大概排碳量20年来 在第一次出现负成长的一个趋势 在2008年减碳有到4.1% 然后2009年更高到4.9% 如果全民做一些小事情 其实可以改变大气候 所以环保署总统的执事 在3月份要启动四省的一个竞赛的一个计划 就是省电省水省油还有省纸张 我们先来检查一下 这个总统府这两年来怎么样 各位看看我们现在 以这个总统府来讲 我们的电省了24% 这是跟那个08年的6月 6月开始 然后油减了32% 水减了16% 只减了9.9% 那另外就是我家 我家的话这个寓所电的减了84% 水减了百分之将近70% 当然因为人也变少了一点 但是我们确实在以前老家也是如此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其实有人说 哎呀你做再多 也不如台电把火力电厂的那种能源改善一下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够说 只是把责任放在政府或者企业 应该是人人都要来做的 是我觉得从每个人的这边 个人去着手会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电的消费者 那如果从我们这里自己去改变 其实我们可以改变整个供应链 那我想从总统府显著的一个例子来看 可以看说减减碳 其实还可以帮额外带来一股财富 那过去我们说叫做掏黄金掏黑金 就是花纸燃料 那现在其实是已经掏黄金的一个时代了 所以我想救济球的同时还能累积残富 而且环保减碳通常还能带来比较健康的生活 省钱身体健康 救地球可以说是节能减碳的一举三得 我想减碳从节电来做是蛮简单 而且蛮快的 因为其实我们用电量大概造成二氧化碳排放 占了全台大概的六成 所以以我自己来说 因为大家现在听到节能减碳 第一个想到的是换省电灯泡 那你如果快的话 其实省电灯泡跟传统无死灯泡比起来 它大概三个月就可以回本了 那我像家里陆陆续续还换LED灯泡 因为它的寿命更长 而且它节能效果比省电灯泡更好 只是它目前价格稍微贵了一点 那我们当然也建议大家说 比如像是电脑跟萤幕 超过十分钟不用的时候 你可以设定休眠或是待命 对那另外在家里面 其实我们碰到最多就是有关的保温电热水平 就像我们平常在外面上班 或是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 其实很长时间不用 但是它在保温的时候 也耗了一点的耗电量 占了我们家户大概两成的用电 所以如果出门的时候 比如我们出来录制国周记 然后接着就把家里面的电热水平 回家再擦上去 它主废的耗电量 其实大概只同于它保温一点多个小时 对所以把它拔掉是正确的一个做法 那其实像我住的那个社区大楼 其实大概在人少或者是离风的时候 其实电梯就不会全开 就只开一台 因为其实这块的那个电 就可以省下蛮多的 那尤其像去在97年的时候 7月政府有推所谓的一个 电费折扣的一个方式 其实就是你省的电越多 你的一个电价优惠更大 所以这个部分就很多社区民众 其实像我们那边 主委就有出来讲说 大家可能随手就要关灯 像楼梯间你不用的时候 就先把它关掉 那这样子其实可以省更多 这样也让很多的一个民众有投入 那其实有一些统计就讲说 到去年12月底 99年12月底 全台湾省下来的 有102亿度的电 大概相当于说98年 台北市整个家户用电量的1.41倍 其实这诱因真的还蛮不错 因为我家自己过去两个月 我家的电费就200多块 所以省了还蛮多 很大的折扣 对那我们人均用电象只有2.6度电 比台湾全台的平均4点多度 其实也少一半 但其实我过的还是日常人的生活 其实就注意这种小细节 生活品质并没有降低 对没错 其实像神水也是 我们知道总统之前曾经宣识过 希望把台湾的人均用水量 是降到大概245到250 对那其实我自己去算我的人均用水量 大概只需要97公升 对其实还蛮低的 那因为我当初有发现说 在家里面到底哪个地方用水用最多 结果发现是马桶 马桶大概占了我的整个用水 大概占了三成 结果我去看一些资料 台湾人的使用习惯就抽水马桶 他其实也是用我们水库的水 但是是干净的水就拿来冲马桶 所以我后来就是用洗澡 剩下的水我站在水桶里面洗 或是我把洗衣机的水沉出来 然后也是放在水桶里面 我大概这样子 如果不闹肚子的话 几乎是用不到抽水马桶的 那个水桶里的水 就我用这些回收水来冲马桶就足够了 是 对 这真的是不容易 那当然还有其他做法 比如像是政府有发生的电片 那这也是很新 而且不需要额外的付出这些费用 那他也可以省下不少的水 事实上我在台北市当市长的时候 有一次发生干旱嘛 是 从那时候以后啊 我一直到我卸润 差不多有三四年的时间 我都是跟你一样 我站在一个大的洗澡盆里面 洗淋浴 洗完的水都不倒掉 然后还冲马桶 那省油呢 我自己方面的话省油 比如说我把我自己的车改成瓦斯车 那基本上他的用油量 如果我都用瓦斯的话 其实还不如我这身西装 如果我西装拿去干洗的话 用油量会比我的瓦斯车其实还要多 不过我后来现在发现台湾有用橘子油在干洗的西装的 对那用油就更少 那另外当然像是 像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在推的就是反怠速 就是你怠速到五分钟的话 他可能会规劝你 或者是要求你说你尽量就是把引擎关掉 因为怠速完全没有意义 你就是继续烧石油 然后可是你车子没有运动 然后产生的这些废气石对空气污染都蛮严重的 那我自己有算过如果你每天减少代数十分钟的话 一年省下来的那个油钱大概也六七百块 对所以基本上也还是省钱 最重要就是说他不会降低你的生活品质 不会造成不方便 但是又能够达到节能减碳的目标 对其实我们其实政府机关很早就推所谓的电子公文 那其实很多的影印用纸也都是双面印 那其实现在工研院很厉害 他们研发一个叫做电子纸 就是电子纸的话比那个平板电脑还要省电 那以后这个如果上市 我想很多的文件或者书籍的部分 大概就可以大量减纸 那这个可能可以减碳以外 还有可以减少一些树木被砍发 所以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四省也是我们当初 我从台北市开始就在做 然后到总统府来之后 刚好环保署说号召我们来做 还有呢他规定大家要戴手帕 戴手帕 我有检查 其实总统您记得吗 总统府有签署一个 有有有有 对我那天的记者会啊 是我就迟的 然后呢我就看到总统跟那个小叮当一样 一下手帕 一下那个筷子 真的这都没有彩排啊 总统就 我筷子也是放到我的包包里面 就是我通常是吃便当的话 我是用那种就是调跟尖叉子 那种设计 非常好用啊 是我觉得事实上我觉得 只要你一开始做 慢慢慢慢就开始会影响到你周边的人 我觉得资讯的公开跟取得是蛮重要 像我们像电费单水费单 其实上面都会列印说 你的电费水 你用电用水排多少二氧化碳 甚至我们去加油 他上面都会写说 你家这次有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至少让民众有这样一个警觉 而且他会跟你跟去年的同期比较 让你知道你今年做得好不好 对 但我们希望能够再推多一点 比如说跟台湾的人均来比较 像加州他们就 如果你比人均高 给你一个笑脸 比人均低 对不起 比人均低给你一个笑脸 比人均高的话给你一个哭脸这样子 对 让他有点好玩的意义 在2007年以前 我们人口不到全球的这个百分之三 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 不到千分之三 但是我们排碳了接近百分之一 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从2008 我们上任之后 这个开始就逆转 我们开始能源使用的效率也提高了 减碳也多了 不过我也要提醒 就是说去年跟前年 主要是因为经济衰退 所以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那经济复苏之后呢 可能使用又会比较多 但即使使用多了 应该做到更有效 就每一份用出去 你都能发挥它的效果 其实我们刚刚分享一些减碳的铁布 有一个最简单的 你只要去算你每天大概 或是你每次去看你的电费单 用了多少点 光这个小动作 国外有研究 可以节省百分之二十五的用点 因为你开始有警觉了 你不是完全无意识的在浪费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部落格上面 就是会公布自己的减碳 也是对自己的警惕啦 就是说让我自己开始去计算 然后跟国外 或是跟科学家建议的 冷军排碳量相比 那我到底合不合格 其实我们环保署有一个 那个Ecolife的一个网站 它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功能 可以让大家把它登上去 就可以生出减碳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网站很妙 它还有很多人会去做一些分享 它的一些减碳的一些小配方 那以后可以帮民众说诊断 你有哪些问题 然后给你一些辅导的建议 那所以这个部分 目前已经有129万人登陆在那边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 民众可以多多去做利用 其实我们希望像我们的Ecolife 人人都可以变成低碳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智慧王 所以我想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美国很著名的专栏作家 这个Thomas Freeman到台湾来访问 第一次来 但是看到台湾之后 他自己告诉我 他说他简直无法置信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又能够这个有这么多的人才 创造了这么多财富 他看到我们外汇存底 那个时候是3400亿美元 现在已经到3800了 他就说他不敢想象 但他最重要的就讲到说 我们没有天然资源 但是我们却在开发我们的脑力资源 所以他对这个我们在节能检查方面的努力 也非常肯定 所以我常觉得 我们自己有时候自己不觉得 慢慢慢慢越做 就越获得世界的肯定 所以我最近在讲 像欧盟给我们免签证待遇 好像来得很突然 其实你再想想也没有那么突然 我们这个长期的努力 让我们的国际形象慢慢改变 其实节能检查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做的够多的话 一定要可以达到 我常常主张的 要做出一个 做成一个受人尊敬 让人感动的国家 其实我代表台湾基金会 参加过四次联合国气候变化 钢要公约的会议 你去参加 对 当然是有NGO的角度 身份取 对 那其实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我们的友邦 会帮我们发言 而且他们发言都会说 其实以台湾的减碳的这个目标来说 其实跟开发中国家来说 我们是算是很愿意去承诺的 那这方面也是引起国际的一个注意 只不过说你看到在那样的场域里面 大国的角力 感觉因为台湾不是 就标刚又公约的签约国 好像有点使不上力 所以再加上刚刚总统也提到 我们经常受到这种 自然灾害的这个冲击 有时候真的感到台湾是有点 既孤单又脆弱 其实我是觉得 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 纲约公约 所以我们当然也不是京都一定输的缔约国 但是如果我们片面的 没有人强迫 但是我们片面的 志愿的主张我们做这些东西的话 一定会让大家尊敬我们 让大家受到感动 因为这个资讯都会传播 可是如果说我们不这样做 我们变成一个排碳大国 讲老实话 人家尽管觉得我们经济发展不错 但是也觉得你们好像少一些什么 而且台湾的厂商 其实都在全球的供应链里面 那从Bringland厂商的要求 其实对我们供应链来说 大家都其实还蛮紧张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 自外于国际社会 就这个意思 而且事实上你发展 那个绿色的能源的产业 对台湾来讲 就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一样的可以有利润 但是呢 不会伤害到这个环境 我们的市场竞赛 在过年后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办法公布出来 那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 刚刚总统说的 我们其实准备了很多的奖励 对啊 然后我们就欢迎大家说 可以上到我们刚刚讲的 EcoLive的这个网站里面 来注册账号 就可以来参加 我想我们大家过年的时候 都会送给我们的父母 一个大红包 如果我们能透过四审的话 我们送给他们的 就是一个后代 能够永续发展的大红包 我想这个才是最珍贵的财富 谢谢你们两个来参加 谢谢总共 谢谢 谢谢 谢谢总共 谢谢 谢谢 谢谢